全力去運用今日的資源 玩具TV第24季第四集 很久餓了這個高達 本身其實說多一點 其實這個東西我可以早一個月介紹 但因為本身有些件 我要等Bandar給我 所以變成… 變成了件嗎? 還是爛了? 爛了 但是多一句話 我是就著Metal Robot 雲的QC 我是打背的 但是他們的客服是一流的 認真的 變成… 但這個不是瑞華嗎? 就是Premium Bandar 是不同的 瑞華要等… 一年半個 很誇張 我試過 也不差再說完 本身其實我很想介紹宇宙飛龍的配件 是… 我是…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很坦白 真的很漂亮 但是… 本身我的宇宙飛龍也有問題 就拿回了瑞華行 那… 三個… 接近四個月 他還給我一個討論 其實我現在可以隨時介紹 但因為真的… 我… 這裏本身… 都… 不差… 監製不在這裏 新品要搬的了 我不是說幫他賣廣告 所以變成大家高興 可以上來看看 很多不同的特價貨品 但… 不關業主事 是關經紀事 為了賺錢 都真是挺骯髒的 不說了 說到這裏就算了 我之間… 就是迫遷 迫遷 迫遷 好了 太深多了 拿出來了 白色改 其實我自己個人就住 即是算做… 不算智戶系的機動戰士 我有三個是最喜歡的 是 三大最喜歡的 首先就是… S Gundam 第一 第二 白色改系列 第三 Hi New 或是New Gundam 這三個是我Top 3 都差不多 是我Top 3 好 一出了這隻 我發瘋了 我一定要找一隻完美的 這隻金蠻上鏡 還可以的 上鏡是錯的 又買的廣告 這隻 在拍攝這隻 將會在Toy Speed Beat出現 大家如果高興的 有興趣的 到期時留意 星期四的Toy Speed 但也有可能 觀眾會見不到 因為已經被主持 charge 好了 都是一句 好坦白說 自肥了 自肥是應份的 是的 我覺得一向是自肥應份的 如果主持是洗橫手的 就對不起了 是的 那個可能是我 索性交給你 試玩 公平一點 或者我抽了一隻 白色改出來 我和德哥的分別 就是我只喜歡白色 說真的 是的 我喜歡舊的白色 所以我就 揹上去 我還未很詳細 但台狀我不會說 一半的簡單 格局應該和白色差不多 這個應該是 插在這裡 插到 是的 那個架構和 玩開的白色 因為我組過MG白色 Version 1和2 我也組過 因為我很喜歡白色 但我喜歡白色的 除了它漂亮之外 其實有一個很壞的原因 就是因為金色不用噴 尤其是MG的Version 2 那隻金色很漂亮 我不知道為什麼 Bandai不是經常用那隻金色 你真是說得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隻金色最漂亮 反而電動的效果 其實是不漂亮的 我覺得 沒有那個比例感 你也對 就變回一個玩具 如果你電動了它 就變回玩具 這次這個 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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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插了 我插了 手而已 這個 插槍手 已經圖好了 那就 這次 剛才說到金色 就偏 我們很心急 所以有很多意外 因為今天 怕做不完 這麼多事情 又不想回家 這個要說一說 我非常欣賞它這個設計 當然 其實就著 本身它裝炮 那個關節的扣位 已經可以令它變成鋁石大炮 而且當你裝鋁石劍的時候 它很user friendly 將後面擺劍的位置拉出 那你就不會隔隔膠膠 裝上去 我發現了一件事 我剛剛說很喜歡 MG version 2 的金色 其實它的盒面是我的金色 它的盒面是我的金色 它的盒面是我的金色 它的玩具本身比較黃 是 見仁見智 但效果是差不多 有一點像磨砂 好像噴了瓦油 好像在電鍋上噴了瓦油 那種感覺 結果我知道 因為我試過 它這隻金色 其實我沒有很大投訴 因為 看到實物 它是偏黃 但又沒有去到 大家說的青金 屎黃 那一類 很順眼 但我看到它的東西 不是裝得很濕 是的 它不太硬 嗯 因為我想扭回 還有一個很老土的問題 它這個METAL ROBO 雲 的METAL 是什麼位置 其實任何METAL ROBO 雲 它所有的外甲 是不會有任何金屬 全部都會集中在它的關節 骨架 那些地方 所以拿上手都是撞走的 是的 我又覺得 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我一向不是一種很追求 這個金屬重量的人 我只注重的就是它的外觀 可動性 QC等等 等等等等 我有一個問題 是 用不需要這麼大個座 它用了METAL ROBO 有個座 怎麼這麼大的座 我知道你的盒大 但也不用 可能外國人不怕家裡的地方 其實它可以做一個小部份 我覺得可以做一個小部份 就是適合一點點 重量 好 好了 這個金屬很上鏡 我覺得 再放前一點 可以大一點 讓大家留意一下 整個東西 外觀和外形 是很漂亮的 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 看到本身它的金色 是一種雅的藍色 其實除了金色之外 基本上它所有裝備 什麼藍色 我想說什麼藍色 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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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脊 全部都是瓦式套裝的 但是你瓦式狀金屬色 它本身這個配搭 有多配搭 剛才其實你看過 基本上都叫做扭過一下 和就住它的姿勢 都放了出來 是非常之型的 其實我是很快的 做一個似仰少少的站姿 嗯 其實它的金色全身是統一的 因為有時候 在鏡頭拍下來 好像有兩種陰陽 對 陰陽 當然它一定不會 因為成本會高很多 其實它統一是一隻金來的 是的 OK 看到面相啊 武器啊 新的marking 都一絲不久 所以這一隻的質素是高的 鐵一般的事實 如果你有機會洗橫手 你不如先試一下 是嗎 不要讓它停 我怕有什麼衣動 就想不用橫手 都不行 好 看看頭 剛剛放在這個姿勢 大家都看到頭的可動性 因為它 你知道它的外形 有點像虛擬人 所以 某些角度 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其實 它的頸可以拉長一點 所以 你把頭放在樓 都沒有什麼大影響 OK 但我高頭 就應該有難度 對 因為後面 會頂住背囊 是這裡 所以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除非它硬在這裡 架一架 就好像RoboHun 就是 RoboHun有些 它硬在這裡 開一刀 我不喜歡 我寧願它不動 對 好 然後 我發覺 我觀察到德哥對 這個拔 似乎這個拔 又不算很鬆 因為你介紹關節 我覺得這樣 沒有重視更好 本身在 RoboHun扭 大家要留意 那個可動之外 不斷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不是怎麼看書 說錯 也不要介意 本身其實 就著白色 這個開發方案 基於 大家都知道 Delta Gundam 但沒有辦法 可以當時 做到那種可變 反而 在這個Z高達 中間的產位 就出了白色 這個東西 但是 經過 古華多羅 上衛的駕駛 發覺到 本身白色 這部機的可掃式 其實都很高 亦都很適合 王牌專用 所以變成了 如何將它量產化 亦都成為了 當時奧哥恩的一個目標 所以 見到 其實 白色改量產型 它和這個白色 基本上最大的分別 就是 頭、肩頭和武器外掛架 因為 就著機體的靈活性 來講 它亦都參加了 古華多羅的數據 令到 本身其實 武裝相對比較單調 但是靈活性更高的機體 加裝了肩頭的一些 可掛式的武器 令到本身 它的武裝豐富了 整件事就完全不同了 當然 你見到一些 設定資料杂 是見到它用盾 不過 坦白說 白色作為一個 高機動型之餘 還要是 強弓型的話 我覺得 拿著盾 是沒有了它的 我已經吹了這麼多 我這個位置是金屬的 骨架上應該是金屬 摸起來是冰冰冰 我見你 其實膝頭的蚵 你說是否屈得很漂亮 就不是 但是它分開了兩節 就變了 膝頭的可動性 就變了 犯規級 你說屈得漂亮嗎 因為高達本身的設定 尤其是近年 我不是說20079 但之後的高達 它基本上的設計 就是這樣的 它不是尖膝頭的 而是雙關節的 所以它屈你上來 會呈現一個方形 是摩厚飛 因為它的設計 就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一個機械人 那條腰也很可爆 我見它在腰和胸 都分了兩節 我有少少覺得 腰的波瘡 略為鬆 但它上身不算很蠢 始終是1-1-4-4的玩具 所以還未至於擺 而且它不用拿盾 所以不會說 因為重量而墜向一邊 但其實可以緊一點 會玩得上來 感覺比較好 但未至於是一個問題 我覺得 腳底都一絲不久 我看到有兩個噴射器 腳掌 但腳掌是沒有可動的 是嗎 我試試看 可以嗎 看下去就沒有了 好像一體成形 應該沒有了 腳掌沒有腳趾 但可以用腳腕去彌補貼地性 應該可以的 好誇張 好 可動性方面大致上都說了 可動性方面 可動性方面 未必需要逐一去分析 玩得舒服外形 好漂亮的機體 所以我很期待 真真正正的白色改 白色改陸戰型 白色改FW Full Armour Full Weapon System 握把劍擺回姿勢 左手 絕對是可以加少少件 改一改就可以出到這個白色 其實它有良心 它應該同一個Box出賣 好像以前我們年輕時的Gundam Fix 記得嗎 那個真是史上最強 我換左手握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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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1-1-4-4的白色玩具 其實我曾幾何時 高古達玩具 當年來最漂亮的就是可動戰士白色 那隻金色真的擺不來 最慘的 最忍耐的玩具本身是很漂亮 但那隻玩具的電腦是有問題的 當年那間廠是所有的可動戰士白色 沒有一隻是不會氧化 是氧化得很厲害 是整隻變了黑色 真的很慘 所以Bandai是獻回我們一隻1-4-4的白色 現在就交出來 希望它會出一隻普通白色 就是SATA GUNDAM的那隻 這個金色我覺得是可以的 他本身不相差 也說回他腰 所有的甲 都可以有一個幾大幅度的揭起 所以變了他隻腳的可動 或者大腿和股關節的可動 是完全不會有任何阻礙的 整個low angle 這個真行 有些不好意思 今天沒有同時看觀眾的留意 不好意思 怎麼了?被人罵嗎?不是吧? 不是,有一個 有人貼廣告嗎? 是的 阿Moss聰明 我們非常之歡迎大家找我們做廣告 但是這些契弟我們會第一時間blog 他沒有給廣告 重點不是說你賣廣告 是你沒有給廣告 我發覺那些帖子開始受歡迎才會有這些 其實Youtube有很多 幫我全部舉報了 二型頭頂 白色改的頭真的很特殊 白色其實有多少款? 阿哈、迪斯文 好多 不要計算那兩部試作機 我不當是白色 白色改 兩產營 六戰營 白色改 六戰營 Full Armor 白色改 不斷移 都數到五隻 不斷移 可能還可以再數下去 都是那句 作為我個人最喜歡的機體 今次這個白色改 兩產營我是收貨的 希望快點出白色改 被人罵 說我們不看卓 不好意思 是今晚的 好 多謝你提醒 待會見 我等白色 好堅持 好 反而 那個 不知道是什麼 Gundam Builder 他有一隻 他叫做 白蠻色 白蠻色 白蠻色很漂亮 這個設計 是Miyoki 我喜歡那一隻 我來組裝一隻 白蠻色 是紫色嗎 原本是紫色 其實Bangtai有出過一隻 特別版是金色 但是我不喜歡 我就是喜歡這隻 我喜歡磨砂金 我喜歡磨砂金 撕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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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光了